清洗过的宝特瓶还要一只一只擦干 这时候最需要人力 是为了下一周预防 所以就把它擦一擦 然后全部都把它堆叠起来组合起来 因为妈妈们人手不足所以来帮忙 另一边志工也抢整眼瓶子 在大家的巧手下 一千只宝特瓶立刻堆叠的竟然有事 这不有一个鲜艳机制 不过放到架子上 为了让水立方站得稳 志工也面临了底座稳固和组装的挑战 水立方以洗水如今的概念来制作 预计要三天的制作时程 每个人都很期待 可以在花莲玉佛大典上 看到完美的成品 大约西部一样 这条国家花莲报道